因為我那時候還進去精神病院被關 演藝圈只有他一個前輩這樣一直關心我 就覺得這個大哥對我滿好的 就之前我大麻事件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直訊息給我說你不要 因為我那時候還進去精神病院被關 演藝圈只有他一個前輩這樣一直關心我 讓我快點走出來 因為我們都是牡羊座的 他說你絕對不能被打倒 對啊 他大概跟你說的 都是訊息啦 我忘記了 滿多的 而且我那時候也是幾乎沒有跟他有什麼交集 他會這樣關心我 我就覺得這個大哥對我滿好的 謝和賢剛剛受訪的時候提到他認為人都會有過去 因此他覺得黃紫嬌只要他願意 他願意再出來大家都會給他原諒的機會 同時謝和賢他也提到了 其實當年自己陷入毒品風波的時候 是黃紫嬌多次傳簡訊訊息來鼓勵他 因此他很敢念黃紫嬌的拉拔 所以他在自己的手腕上也刺上了紫色的香蕉 謝謝黃紫嬌的幫忙 不過就在剛剛謝和賢他得知黃紫嬌送移人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他感到非常的震驚 也希望黃紫嬌能夠盡快脫離 目前這樣子的心情低潮 以上娛樂總到今天下期